好了香港楼市就近这一两年大家都来到看淡了 其实有没有想过呢 原来你对于楼市的看法 无论你看升或者看淡 基本上你除了真的买实质的楼之外 你还是可以透过另外一些工具来投资 看它升或者倒它跌 加密币最棒的东西就是好像一个大赌场 什么都可以给你赌的 今次想讲的一个项目就是在Solana这条链上的一个项目 叫做Park不知道怎么读啊不知道有没有读错 这个平台这个项目就是可以给投资者来到 到楼市在不同城市的楼市的升或者跌的 比如你看好某个city你对这个city是很熟的 那你预计到或者你有自己的看法 想看升也好看跌也好呢 那你呢都可以来到做一些的trading 那这个项目呢现在大部分呢可以给你trade的城市呢 就是美国的一些城市啦 那我见到它英国呢都是有些城市可以给人来到去买升或者是买点的 我们看一看有些什么market可以买 那你见到现在trending up的一些market呢 就有 就是在升的market呢就有 New York啦 London啦 迈阿密啊 Brooklyn啊 Fenix啊 这些的market 那另外跌啊有些 也都是大部分都是美国的一些城市的market 那其实这个项目呢还见到它来着呢 我呢都会加其他新的market给人去trade的包括是有香港的楼市 就是说 在香港啦如果你很熟香港的楼市的market很有看法的你觉得未来也是会跌的了 那你呢除了真的买卖实楼之外或者有些人有楼他就放楼 但是你如果觉得是看淡它的你又想从中获利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平台 给一些的trader来到堵某一些的城市跌的时候 那你都堵它跌 透过这样来到去 赚一个trading的钱 那我们见到啦 来陆陆陆续续呢 都会加一些新的city 给人去trade的 包括有London 香港 和雅加达 这些的城市 那你还可以来到去特意自己再request都行的 这样 这样 那这个项目呢都是有些partnership 一些大的名字的 比如有什么呢 Combase Venture Dragonfire 这些都是在币圈里面 大名鼎鼎的一些 项目方 那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它用什么的方法 来到去计算 那个城市 的格格呢 从而令到一些的trader 可以倒它升 还是跌呢 用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你在香港 你都知道香港有个中原的楼价指数 那他可能就是拿着很多个 蓝筹屋苑 这样的一个median 的数 来到去plot 每一段时间的楼价指数 一个index 所以这个项目呢 我姑且读为一个叫 park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 有读错指证 他就有说 这个park的city index 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其实就有点类似 中原指数的拿法 那你呢 他就说 一些trader可以trade 这个index price 这个楼价 就是每个city楼价的指数 这个指数基本上就代表 median price per square foot 或者 per square meter 所以变了你不会是 只是看着单一的 一个屋卷 或者单一栋楼 那就是整个city total 那个楼价的median 的一个指数 那变相就 给一些的人来到去 去 去倒升 和跌 其实就好像一个 赌场一样 当然trader就好像 赌图 去赌 这些楼价 升 和跌 但另一方面呢 如果作为一个 投资者 或者作为 我们一个 用家 我们除了去 赌之外 as 一个trader之外 原来 还可以as 一个 liquity provider 即是lp 他和这些 这个平台上的 这些赌图 来对赌 譬如平台上的这些赌图 他赌 某个城市 是升的 结果升的话 真是 那lp 就会输钱了 但是 如果这些赌图 是在这个平台上赌 赌某楼市 提升 结果楼市是跌的话 那lp 就是来赚钱了 所以这个平台 你当他是一个 赌场 一个中介 赌场里面有赌图 赌图就很自然地 和赌场来对赌 所以赌图赢钱 就是赌场输钱 赌图输钱 就是赌场赢钱 那你作为一个 retail的 investor 或者crypto的user 你可以充当 赌场的角色 有得 投资下去赌场的角色 亦都得 所以呢 这个项目就可以提供给人 一个liquidity provider 那我们这里 看一看 在这个项目上面 你是可以作为一个lp的 那就来到他的deapp 之后呢 你就connect你的wallet 那由于在selena 脸上面 多数wallet 都是用fantom 那你connect了之后 你卡开左上角呢 那这里有个叫做 provide liquidity 那你还有一个point的system 为什么有一个point的system呢 其实就好像现在很多的项目一样 啊 他的项目将会是上币啦 那在上币之前呢 他就 希望有多些人用 他的平台啦 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希望有多些的 就是airdrop的farmers 那现在就很坏的 其实很多项目都 就有一个计分的system 就不是好像以往那样 你在某个项目呢 做完一些交易 跟着到个项目上线的时候呢 他就派发一些airdrop给你 事前就没什么计分制 但现在基本上就是 很多都是计分制 那变相计分制 你又 大家争相想得到多些的airdrop 就在那里trade 就在那里provide liquidity 那其实就有少少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上 这些项目是有少少似 翻一些users 转头啦 希望令到多些users 在那里做交易 跟着给交易费 或者做trade whatever 就有这些的系统 叫point system 大家如果有玩开的都知道了 就是airdrop现在的新项目 基本上都是one point system 好了 那说回这里provide liquidity 那你在这里呢 你见到provide liquidity 其实平台都已经是有58个million 的美金的liquidity 那lock了在这里呢 就有17个million 那你看到平台现在是在输的 这个是estimate的unrealized的p&l 你看到他在输三万多美金 就是他说 赌徒 是赌赢这个赌场的 是这样 那书三万多元 当然就好笑啦 那下面也有说了 那show了一些的open interest 那ofloss整个平台的open interest 大部分都是看short的 不是超好笑的 其实50.01% 另外一部分 49.9% 就看long的 那个别的城市 那个long short open interest 都是有在这里show到出来的 那你就可以 connect wallet之后 就来到去看一下 怎样provide liquidity 看看 那当你connect了wallet之后呢 基本上你可以click $这个按钮 那跟着呢 就投放 就投USDC的 那你就可以进回你想投 多少钱 下去 做一个 LP 那理论上呢 其实trader在这里呢 他看long好看short好 基本上他开仓或者平仓 其实都有个手续费 那理论上这些的手续费有大部分 都是会归属于LP的 所以就算 这些的赌徒他平手好 同个平台 但是其实他最终都是会输了那个手续费的 也都倒一会说 如果长赌的话呢 那当大部分的赌徒都输钱的话呢 那就是个LP来到赢钱 那所以这个就是 Solana上面这个可以倒一个地产 地产项目的投资的一个平台 那希望这个 影片你都会喜欢 或者知道 觉得学了些新的东西 那如果你都喜欢这类片的话呢 希望你给个like 那可以share给你朋友 或者有问题的就在comment留言 大家交流下 Thank you 谢谢大家 来聊